金鼻白毛老鼠精 有着花容月貌西游记之中的女妖角色 启歌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 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金鼻白毛老鼠精又称的永夫人或半截观音室 西游记中的著名妖怪居住在陷空山无底洞 曾乔装成被土匪打劫的女子 向唐僧求救而后将其掳走 老鼠精声称自己与唐僧有前世姻缘 这是真的吗 以黑松林相遇 唐僧师徒行进到黑松林 遇到了一位被绑在树上的女子 金鼻白毛老鼠精假扮 女子立即向唐僧求救孙悟空知道她是妖精 不想相救 但唐僧肉眼凡胎认不出该女子为妖精 又加上女子出言活人性命还不救 美心拜佛取和精相机 于是将其救下 带她一同前行二镇海寺相斗 唐僧师徒与老鼠精一起到达镇海禅林寺 双方分开入住 老鼠精住在镇海寺三天 每天引诱两个和尚将其吃掉 镇海寺和尚每天见有和尚被害 忧心忡忡 孙悟空得知老鼠精吃人 于是假扮成和尚等待老鼠精 双方在镇海寺相斗 老鼠精敌不过孙悟空 因此逃走时将唐僧一块颅走三逼迫成亲 老鼠精将唐僧带到现空山无底洞 命人准备美食酒宴要与唐僧成亲 孙悟空打听到老鼠精所在 便急忙到无底洞毁了老鼠精的喜宴 老鼠精十分生气 但不知是孙悟空毁坏 还以为是上天不许 但仍执意要与唐僧成亲 孙悟空于是让唐僧假意与老鼠精亲近 骗他吃下孙悟空假扮的桃子 孙悟空在老鼠精肚里折腾 迫使他将唐僧送出无底洞寺 哪吒降腰 孙悟空从老鼠精肚里离开 想要打死老鼠精 没想到老鼠精不但逃脱 还将唐僧再次掳走 为了避免孙悟空再找麻烦老鼠精 就换了地方 孙悟空到无底洞再找老鼠精 但地方太大 周围三百多里巢穴很多 没能找见 但发现了托塔天王李靖与哪吒的牌位 于是便到玉皇大帝那里状告李靖 玉帝接了孙悟空壮旨 命太白金星带他去找李靖对质 李靖里驱便与哪吒带领 天兵天将前往无底洞降腰 最后哪吒将一枚老鼠精降服救出唐僧 无与唐僧前缘行者道 呆子又胡说了你不知道 师父是我佛如来第二个徒弟 原叫做金蝉长老 只因他轻慢佛法该有这场大难 西游记八十一回 长老低泪道 我写着 当年奉旨离东途指望灵山见世尊 不料途中遭恶难 何其半路有灾尊 僧病沉恶难进步佛门深远接天门 有经无命空劳禄起奏 当今别遣人 西游记八十一回 妖精听说 虎的魂飞魄散 战战兢兢的把唐僧抱住道 长老啊我指道 素是前缘戏赤绳与水相合两亦浓 不料鸳鸯金拆散何其鸾凤右西东 兰桥水掌南城市佛庙烟尘家会空 这一一场金又别 何年与你再相逢 西游记八十二回 哪吒道 父王忘了 那女儿原是个妖精 三百年前成怪在灵山偷食了如来的香花宝竹 如来差我父子天兵将他拿住 西游记八十三回 唐僧入住镇海寺不久 就患了重病 想要写信给唐太宗李世民 辞去取经人的重任 这本身就很奇怪 孙悟空神通广大 唐僧患病这点小事 孙悟空完全能医好 唐僧不找孙悟空治病 就要辞职这十分反常 况且唐僧西行取经十余年 十万八千里已经走了一大半 路上那么多妖魔鬼怪 都没能让他放弃取经 怎么一遇到老鼠精就放弃取经了 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 说明唐僧与老鼠精可能前世相识 老鼠精曾经说过 他与唐僧有前世姻缘 更加证明了他与唐僧相识 存在很大联系 孙悟空说过唐僧是如来的徒弟 金蝉子转世 证明唐僧前世在灵山待过 哪吒说老鼠精在灵山偷吃过香花宝竹 也证明老鼠精在灵山待过 既然金蝉子唐僧为时是修行的好人 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 与老鼠精三百年前都在灵山待过 那么他们认识的可能性很大 更加证明老鼠精说 与他有前世姻缘为真 《习游记》中虽然没有明说唐僧与老鼠精 共同待在镇海寺的三天是否相见 但唐僧患病是由于月晚出去接手 而老鼠精也在夜晚出去勾引河上吃掉 说明他们在晚上可能相见 唐僧与老鼠精相见后 老鼠精用法力使唐僧恢复前世记忆 证明二人有前世姻缘 然后老鼠精又说自己的无底洞 距镇海寺千里之遥 孙悟空找不到 唐僧因此决定离开 曲经团队与老鼠精再结姻缘 唐僧与老鼠精二人担心孙悟空他们反对 便决意由唐僧故意患病 借机辞去曲经领导人的职务 试探孙悟空他们的态度 老鼠精则负责等消息趁机带唐僧走 孙悟空坚决反对老鼠精又斗不过孙悟空 只能带唐僧离开 没想到孙悟空很快找到老鼠精所在 唐僧只得放弃与老鼠精再结姻缘的想法 最后孙悟空降服老鼠精带唐僧继续曲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